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一次课呢 我们讲了这个马克思的这个历史概念 就是说马克思的历史唯武主义 首先是从历史讲起的 就是历史讲起什么是历史 就是马克思提出这个生产力 生产关系的概念 提出意识形态 他的社会结构的思想 都是为了解决说明历史是什么的问题 都是为了解决什么是历史的问题 也是对这个哲学史上提出的 什么是历史这样一个概念的一个解答 那么在这个解答当中呢 我们讲了 上一次呢 我们讲了这个马克思的这个生产力的概念 讲了生产力的概念 讲了马克思啊 怎么样这个 把这个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概念 一个混乱的概念把它这个改造过来 一个呢 它做了一个哲学的抽象 做了哲学抽象 也就是说 把这个生产力概念在政经学那儿 就是说生产力的一般形式 和这个交换价值不分的这样一个状况把它区分开来 那也就是说把生产力的一般特性 和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定的表现形式 这两层含义把它区分开来 那么由于这样一个区分呢 所以马克思就找到了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现实的基础 现实的基础 这个现实的基础呢 既是一个适合于任何社会的这样一个本质的东西 那么另外一个呢 它就又揭示了这个资本主义条件下的 这个生产力的这样一个表达形式 表达形式 所以这样它就揭示了这个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连续性 就是说如果从这个生产力的本身的这样一个一般特性来说 它和人类的这个历史活动啊 它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历史的表达 而就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来说呢 马克思把工业当作人类解放的力量 就是说要强调了这个生产力啊 它的一种在这个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个异化表现 那么在讲了这个生产力概念以后呢 我们还要讲到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的概念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开始讲的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的概念 那么马克思的这个讲生产力的时候 它是借助于生产关系来说明生产力的量变和质变 量变和质变这是一个方面 就是说他在讲这个生产力的时候啊 他要借助于生产关系来讲它的量变和质变 因为他认为生产关系呢指的是生产力的形式 生产关系啊就是生产力的形式 那么在说明生产关系的时候呢 马克思也借助于生产力 也借助于生产力这个概念 考察分工的形成和发展 考察分工的形成和发展 证明生产关系是一种历史的形式 就是说生产关系啊它也是历史性的 如果说生产力是历史性的 那么生产关系也是历史性的 那么为什么呢 就是马克思就是说 为什么要涉及到一个分工的问题 因为马克思在讲这个生产关系的时候啊 他说生产关系是什么 它是生产的形式 我们说生产力是讲的是人的能力是吧 那么这个呢是指的生产的内容 而生产关系呢指的是生产的形式 也就是说它是生产力的一个界限 生产力是能和人之间 能征服自然的一种能力 那么生产关系呢 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啊 也是表现能和人之间的物质的社会关系 这一个呢是和这个一般的社会关系 比方说人的政治关系啊 意识的这种联系啊 它是不同的 那是一个是精神的 马克思说和这样一个生产相联系的 就是作为生产力的形式的 这样一个过程这样一个关系呢 它也是表现为人和人之间的物质关系 所以要说明人的历史的发展 除了说明它的内容以外 还要说明它的形式是如何可能的 形式是如何可能 所以就要证明生产关系的历史性问题 生产关系的历史性 为什么生产关系是历史的 那么为了说明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呢 马克思啊借助了分工这个概念 就是提出了分工这个概念 它原来最初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的一个范畴 这个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这个概念呢 它是把分工和交换联系在一起的 就是这个我们看到了讲生产力的时候 我们因为这个资本主义经济嘛 它就是交换经济 所以这个政治经济学家在研究这个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时候 它离不开交换 离不开交换一定要讲交换 所以它讲生产力的时候 它也要讲交换 那么讲分工的时候它同样要讲交换 同样要交换 它就面临着什么呢 马克思在改造政治经济学的时候 当他改造生产力的时候 它要说明生产力和交换之间是个什么关系 它是在两层行业上区分的 那么同样的 在考察分工的时候 马克思也要做一种 也要说明这个分工和交换是什么关系 这个都离不开 它要改造政治学概念了 它都离不开 那么在政治学里面呢 它讲这个分工呢 它是指的什么 人的工作能力的分配 它是什么叫分工啊 分工是对人的工作能力的一个分配 也就是说 它是对人力的一个巧妙的运用 巧妙的运用 那么交换的结果就是分工 交换的结果就是分工 就是说我们进行交换 那么结果一定是分工的 换句话说 也可以说呢 交换是以分工为基础的 又是人的才能的 又是人的才能的差异 变得有用的必要活动 人的这个才能的差异 变得有用的必要活动 这是指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交换啊 它说是对人的工作能力的分配 我们的工作能力是不同的 那么我通过分配 我可以啊 就是说按照你所长的 去分配你的工作 当然它包含着一种 强制性的这样一个分工啊 所以这样呢 就使你的这个能力啊 可以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 得到有效的发挥 然后有的人 他可能这个更会学习一些啊 就是说在这个抽象思维能力强一些 那么他进行从事理论工作更适合一些 那么有的人呢 他虽然这个抽象思维能力不强 但是他动手能力很强 就是说他的这个手很巧 那么他做这个技术性的工作呢 他也可以 所以这个分工啊 他能够把这个人的工作能力啊 有效的把它发挥出来 发挥出来 那么这个政政学家呢就认为 他说正是这样 由于这个有效的分配了这样一个人的能力 所以呢分工和交换是社会财富的动力 就是说你这个社会财富从哪来呢 通过交换和分工 你就可以什么 提高你的生产力 提高你的生产力 也就是说呢 他能够啊 刺激你的社会财富 得到更多的财富 所以他就把这个分工和交换呢 作为财富的这个动力 就是财富动力 那么马克思呢 他在这个讲分工概念的时候呢 他可以说是吸取了政治经济学 关于分工和交换关系 以及生产的积极作用的这样一个思想 这样一个思想 但是他却从这个哲学批判的高度 哲学批判的高度 结合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分工说明 分工说明 结合这个异化劳动和私有制啊 来说明分工 把分工上升为一个表达生产关系的哲学范畴 就是在政治经济学那儿 分工和交换 特别是分工这个概念 它是不具有哲学的意义的 它只是讲的一个经济的分配问题 经济的分配问题 那么马克思呢 通过这个结合异化 结合这个异化劳动和私有制 在这个层次上来说明分工 这个我们前面讲的 马克思讲这个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时候 它是一个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来表达的 那么马克思把它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来表达的时候 就使分工上升为一个生产关系的概念 所以在这个1844年经济学手稿当中啊 马克思就给分工下了一个定义 下了一个定义 他说这个分工无非是能的活动 分工无非是能的活动作为真正内活动 或者内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 就是分工啊它还不是指的能的能力的分配问题 而是指的什么呢 人的活动作为内活动 或者作为内存在物的能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在的设定 也就是说分工是能的一种异化的表现 一种异化的这样一个表现形式 所以呢 这个分工的本质 就是能作为内活动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和外化的形式 就是它的异化的和外化的这样一个形式 这样呢 我们在这看 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在这个 他的这个定义啊 是把分工作为异化劳动的形式 什么叫分工 分工啊是异化劳动的形式 就是它上这个定义什么 就是说分工啊它不仅仅是一个财富来源 它是作为什么能的一种这个异化劳动的 一种劳动形式的一种一种外化一种表达 一种表达 那么从这一个出发呢 他就把分工作为私有制的本质和基础 就是说联系这个私有制来说明分工的形成和消灭 对于人的生命实现的意义 所以他就他就指出他说分工和交换是私有的私有财产的形式 分工和交换是私有财产的形式 他说这一情况恰恰包含着双重的证明 一方面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 曾经需要私有财产 另一方面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 这个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的分工的形成和消灭 消灭都是人的这样一个生命实现的需要 都是和人的生命实现的需要相联系的 以前人们需要私有财产也是人的生命实现的一种需要 那么现在呢 人们要消灭私有财产也是人的生命实现的需要 那么当时呢 马克思提出在1840年提出这个观点 就是把分工和人的生命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说他没有探讨出来 就是说没有搞清楚私有财和分工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 他说人的生 就是说你分工啊 它是抑化劳动的形式 那么就是说你分工是人的生命实现的需要 因为我人的要实现自己的生命 我需要这个分工 也就是说把人和人啊 把它分离开来 分离成一个单独的个体 只有他成为单独的个体 他才能成为什么 活成为一种社会的个体 就是说由自然的个体 上升为一个社会的个体 如果在这个没有分工之前 能和人之间 或者说是我们前面讲了 马克思讲的这个分工 它是一个强制性的概念 一个强制性的概念 那么这个强制性的概念之前什么 这个比方说原始社会的这个分工 它是一种自然的形式 女的在家里守猎 那么男性的就在外面去打猎 这是一种自然分工什么 他们是体力上 因为这个男的体力强一些 所以他就去外面打猎 那么这个女的体力弱一些 所以就超次家务 所以这是一种自然的分工 那么马克思说 在作为异化劳动的这种分工 它是一种强制性的分工 它是一种强制性的分工 就是说我不得不做 那么这个强制性的分工 它对人的这个生命实现 它有什么作用呢 对人的这个生命的实现有什么作用呢 实际上它的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 把人和人之间哪 由一个自然的人 就是把他作为一个自然的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 把他这个把他这个搏离出来了 也就是能把他自身和他自身的自然 把他搏离开来了 那么这样呢 是他活得这个社会形式的一个前提 活得社会形式的前提 也就是说他要成为一个社会的个体 社会的个体 他首先必须和他自然的这样一个个体 把它分离开来 我不认识以这个自然性 依附在某一个自然的血缘团体里面 就像我们说 这个古代社会 它是一个什么 以世厨 以血清为基础的这样一个团体 我离不开这个血厨 就是离不开我的这个血缘关系的 这样一个纽带 那么作为社会人的话 他不是以血缘为纽带的 他是以社会为基础的 以社会为基础 所以实际上马克就说了 在这个里面 他就强调 他说分工 它实际上产生什么 它是这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生命 它一定是需要私有制 因为私有制 就把人和人 这个和他的自然和他的血缘关系 把他拉断了 使他成为一个社会的人 这是一个 那么他马克说 另外一方面 人的生命 他现在也需要消灭私有制 因为当他活 实现了这种 异化劳动和这种分离以后 那么他要实现自己 活得这个社会性的话 他一定要消灭私有制 也就是马克说的 要进到共产主义 实现那个真正的 就是个人对社会的一种占有 个人对社会的占有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但是马克思 始终没有搞清楚 既然这个分工需要私有制 同时呢 这个人的生命的实现 生命的实现 它也需要消灭私有制 也就是说分工 那么这就提出一个问题 私有制是分工的结果呢 还是分工产生的前提 到底私有制和分工哪一个是为主 哪一个是为次的 马克思在当时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他只是在逻辑上承述了这个问题 直到这个德意志意识形态 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才从生产力当中 发现了分工的起源 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在讲分工的时候 一定要借助于生产力的概念 所以马克思在这个德意形态里面 他就讲 他说一个民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一个民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最明显的表现于该民厨分工的发展程度 一个民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最明显的表现于该民厨分工的发展程度 任何生产力 只要它不是前进已知的生产力 单纯的量的扩大 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进一步发展 这就是说什么呢 生产力是分工的基础 生产力是分工的基础 一定形式的分工 体现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体现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那么这样呢就是马克思啊 就是说实际上每一次生产力发展的质变 那就说马克思说量的扩大 比方说开垢土地 我无限的开大开阔 这个是不能推动分工的发展的 但是呢如果一旦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也就是说当它发生质变的时候 那么它一定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就是说你的生产力发生一种质的变化 当你的这个工具发生了一种变化以后 起了一种质的变化以后 那么你的分工的这样一个形式就发生了变化了 比方说铜器时代的分工和铁器时代的分工 以及我们讲的现在的这样一个 机器生产的分工形式是不是不同 特别我们说大机器生产和你这个 机器生产之前的这样一个分工 它肯定形式是不同的是吧 能和能之间关系是不同 那么我们说我们今天进到的这个电子网络时代 我们的这种分工形式它又会发生一个变化 所以马克斯在这提出来 就说生产力的这样一个质变 就表现为分工 也就是说你生产关系实际上就是体现为 首先是体现为这样一个分工 那么既然如此 分工是和一定的这样一个生产力的质变相联系的 马克斯就说 那么另外一个呢 它一定是和所有制相联系的 和所有制相联系的 所以马克斯把分工和所有制 以起作为生产关系的内容 因为你这个分工的发展是什么 它的变化是什么 与生产关系相联系 就是有一个所有制的变化问题 我从这个资本 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 是不是我的所有财产的所有制发生了变化 所以我的分工的形式就不同了 分工的形式就不同了 所以这样呢 就是分工 其实它本身就是和所有制相联系的 所以呢 分工和如果你仅仅讲分工 不讲所有制 不讲所有制 你看不到这个生产关系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生产力的一个质变 生产力的质变 它一定是以所有制所表现出来的 所以这样马克斯就把这个分工和所有制 一起作为生产关系的内容 就是说分工呢 它所体现的是人们生产活动的关系 就是分工啊 体现的是人们生产活动的关系 而所有制体现的是人们的财产所有关系 就是马克斯认为啊 他说在任何人类历史的阶段上 这两者的内容总是一致的 就是说在任何历史阶段上啊 这两个内容啊 它总是这个结合在一起的 它是一致的 就是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 同时也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 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分工形式 那么它总是和一定的这个财产所有的关系 联系在一起的 总是和一定的财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呢 分工的每一个阶段 它决定的个人的和劳动资料 就是说个人的与劳动资料 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 就是说分工啊 你在每一个阶段 就是说你们的这个劳动不同的 这样一个人们的这个劳动活动的 这样一个关系呢 它决定同时啊 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 也就是说呢 它分工的每一个阶段呢 它决定了个人与劳动材料 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的一个相互关系 相互关系 所以马克思说 由于生产力的这个发展的状况不同 所以他们在每一个时期的这样一个表现形式 也是不同的 也是不同的 那么马克思呢 考察了就是这样 马克思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啊 说明这个分工和所有制啊 它共同构成了这样一个生产关系 就是说这两个构成生产关系 那么这样呢 马克思考察生产关系的这个演变的时候 他就可以考察什么 通过所有制的变化 来看待这个分工在每一阶段的状况 以及能与能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 他可以考察生产方式 或者说生产关系在不同阶段上的发展 那么这样的马克思就通过这个 通过这样一个关系啊 来考察了这样一个 就是说 提出了这个四种所有制的历史演变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一般的讲的就是把它 作为四种社会形态的演变啊 来讲这个马克思历史演变的思想 但是马克思在考察这个时候 他都是通过什么 所有制来考察的 比方说 他第一种 第一种他讲的是什么 部落所有制 部落所有制 马克思说这个部落所有制呢 它是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 这一阶段分工 只是家庭中的自然形成的分工的扩大 他说这个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了 所以这一阶段的分工呢 只是家庭中的自然形成的分工的扩大 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自然分工 和这样一个分工状况相一致的社会的结构 是一种父权制的部落首领制度 就是父权制的部落首领 他们管辖的部落成员和奴隶组之间 奴隶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奴隶制呢 就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产生的 所以这样马克思就说明了 这个部落的所有制 部落的所有制 它所形成的分工是一个什么状况 是一个什么状况 他说这是第一种这个关系 社会关系 那么第二种呢 他说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 第二种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 他说在这一个阶段上呢 已经有了部落之间的契约关系 已经有了部落之间的契约关系 伴随着部落之间的契约连结就出现了成事 出现了成事 在所有制的变化上呢 除了保留奴隶制的公社所有制以外 还产生出了动产的和不动产的私有制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就产生了私有制 于是城乡之间的对立 城市内部的工业和海外贸易之间的对立 公民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对立 也随之形成 这是社会的强制性分工的最早形成 有没有能有 нам有的 这就是我的基础 臨梦 轻轻点 或者我们应该有的 这就是非常多的 告诉你们 你直接前提前炒 让你老百姓 你拍下来 我们就是 感谢观看